詞曲 李宗盛 敬禮 了名和尚 敬禮 撒迦正空上師 敬禮 十六四大霸王喀瑪巴 敬禮 圖登達爾吉上師 敬禮 父母主尊 向巴拉國 白蓮花王 敬禮 坦承三保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盟 還有網路上的同盟 今天我們儀會的貴賓是 中華民國駐瑞典代表 廖東州大使夫人 九弟師姐 全國中中委會法律顧問周費芳律師 中天電視台給你點上新燈節目製作人 馬來西亞吉隆布南丁李青師姐 千金李奇師姐 林舒華醫師 印第安納大學經濟系教授 林鼎君博士 芝加哥 痛症科 武漢州醫師 芝加哥 西北大學醫學院教授 張強博士 花èresiblion 張高柱 什麼哥 臺灣苗栗洪信家醫師夫婦 張高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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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光舞共團 林一仙師姐 蔡美葉師姐 梁彥龍師兄 高歡賢醫師 世界天音雅樂合唱團 高如今 高如真 高興之 張乃凡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不乖不乖 通知大家 下星期六月十九日的附魔法會 本尊是常授佛 本尊是常授如來 謝謝 歡迎大家足起 歡迎大家足起 要健康長壽 這樣才能夠自在 不健康長壽 然後就很辛苦 今天我們做的父母是 白蓮花王 白蓮花王 這是在香港的第一次 在香港做的法會 那麼香巴拉淨土 我講過 這個 香巴拉的淨土 大部分每一個人修行的 都是十輪金剛 都是十輪金剛 因為最早的時候啊 那 釋迦摩尼佛 在零三法會的時候 曾經分一個身 到了南印度 南印度 叫吉祥米巨塔 然後化為十輪金剛 就是釋迦摩尼佛 轉化成為十輪金剛 在南印度的吉祥米巨塔 說法 說十輪金剛法 給這個葉賢王聽 那葉賢王聽了以後 就把十輪金剛法 帶回到香巴拉淨土 那從此以後 這個香巴拉淨土 就有了十輪金剛法 那香巴拉的第一代 他屬於是戴總王 戴總王 第一代的戴總王 叫做明稱王 那第二代的國王 就是白蓮花王 那白蓮花王把十輪金剛的要義 全部寫在 無厚光明論 無寇光明論 那什麼是無寇 那個虚空就是無寇 虚空就是無寇 它沒有什麼無寇 它沒有什麼無寇 整個虚空 虚空很眼大 不是我們眼睛所看到的 藍色的虚空 或者上面 這個 這個 這個藍藍的天啊 白銀斗斗啊 甚至烏雲偏佈啊 或者是 不管怎麼樣的變化 原來的虚空 原來的虚空 永遠都是清淨 因為虚空不受污染 真正的虚空是不受污染 這個無寇的意思是在這裡 所以 光明呢 也就是說 因為在無寇之下 沒有污秽之下 它一直都是光明照耀的 一直都是光明照耀的 這個無寇光明論 它主要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麼白蓮花王 作有無寇光明論 白蓮花王 也就是大白蓮花同志 是無二無別 是吧 沒有什麼分別的 在印度最古老的經典中 馬哈佛拉多 馬哈佛拉多的這部經典裡面 這個香巴拉國的夜弦法王 在吉祥米吉塔 由釋迦牟尼佛發現的火船之中 臨起到十人金剛的教法 於是有二十五代的巨種王 傳承了十人金剛的教法 第一個國王 第一個國王就是明稱王 是文之師弟菩薩的法身 第二個國王是白蓮花王 它是有名的著作是 《無厚光明論》 《十輪序熏耀》 另外還有吉祥聖益燕文 這個白蓮花王的著作是比較多的 它是 最即明望的國王 他的威名放射十方 那麼修這個法有很多的成就 修這種白蓮花王 他說可以自身成為蓮花童子本尊 可以到佛國淨土 到任何一個佛國淨土 多世的父母跟賤屬 這是屬於孝道的 你修了白蓮花王 他你的多世的父母 因為我們人不只是只有一世 不是只有一個父親一個母親 有多世的父母 以及賤屬都能夠得到解脫 而可以進入佛國 這是比較特別的 第四點 可以得到如來的知慧 就是佛慧 如來的知慧 這個就是成就了 第五個重點 若在人間是大波葉法王 也就是大智慧的法王 也就是大智慧的法王 在人間是大智慧的法王 然後呢 可以神通任印 祥福祥福祥魔 最後的成就是 無寇光明自在 無寇光明自在 所以白蓮花王 是一個能夠廣度眾生 拯救眾生 慈悲眾生 花菩提心 的一個很好的法 非常好的法 那麼我們介紹了這個 白蓮花王 對 那麼這個修辭法 應該很快的中文會會公佈 已經在網路上了 這個修辭法已經在網路上 它有咒語 又有它的這個法相 觀想的法相 嘴巴念的咒語 然後結的手印 跟這個大白蓮花童子的手印 跟所有蓮花童子的手印 是一樣的 是完全一樣的 我們昨天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 我談到這個 扇財童子五十三餐 那是不是去拜訪了 這個 蘇卡西蒂 他的第27個 第27位的拜訪的對象 是伯西密尼 伯西密尼 那麼伯西密尼 是不是蘇卡西蒂 那個 還不能 還不能確定 是不是伯西密尼 就是蘇卡西蒂 那麼應該講起來 蘇卡西蒂 它是一個 也是一個 修法 修法成就者 那麼伯西密尼 也就是 也是一個修法成就者 修法成就者 那麼最令人關心的 這個是 加拿大 那個老姑婆 一直在問 問師尊 他說 這個 畢瓦巴能夠 將六十一歲的 蘇卡西蒂 變成十六歲 那師尊有沒有辦法 讓這個老姑婆 老姑婆幾歲了 他在坐哪裡 他沒有來啊 他昨天晚上就回去了 對啊 因為他要上班 他 他禮拜天上班啊 對 他一直問我 能不能把他變成十六歲 他一直問這個問題 我講能夠年輕 是荷爾蒙的問題 在醫學上 能夠年輕 你為什麼會變老 因為你的荷爾蒙變少 才會老 會年輕 就是最年輕的時候 差不多二十五歲 最年輕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 你身上的荷爾蒙 最充沛的時候 慢慢就減少了 慢慢 荷爾蒙慢慢減少了 到達四十歲 你這個 退黑激素 也是荷爾蒙之一 你就少了一半 開始睡眠就產生問題 有些人開始就睡眠 但每個人體質不一樣 每個人體質都不同的 有的時候啊 這個 很年輕 但是看起來就很老 有的人年紀很大 看起來 也是青春洋溢 像我們 卡尼佛尼亞的 佛斯莫哥 青春洋溢 青春洋溢 還很年輕的樣子 那這個是 關於醫學上荷爾蒙的問題 我是認為是荷爾蒙 但是還有一種 就是氣的問題 上行氣 下行氣 偏行氣 心氣 夥伴氣 這五種氣 在你的身體流通 都非常的順暢 血氣通通都通 他就年輕 血氣有了阻礙 就一定疼痛 就一定疼痛 就一定發炎 就一定有障礙 就一定有阻礙 就一定生病 所以這個 哈威來的阿羅哈 哈威來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知道他叫 他每一次見到他 就叫阿羅哈就對了 哈威來的阿羅哈在哪裡 在那裡 他第一次見我的面 就說 元氣阿如家 元氣阿如家 我跟他講元氣阿如 你如果講元氣無奈 那就完蛋了 沒有言氣啊 你的氣都消掉了 元氣阿如 他就能夠 精神很好 精力充沛 臉色紅潤 很有活力 這個也就顯現出 不管他幾歲 他總是他的這個青春 跟那個力量 都會給他發揮出來 這是最重要的 元氣 就是元氣 就是我們講的元氣 然後日本人很喜歡寫信 日本人寫信 前面都寫他的名字 像這個 沒穿褲子樣 樣 樣 這個樣字 樣 他寫模樣的樣 是模樣的樣 樣是什麼意思啊 聽不太懂 這裡有懂日本話的嗎 先生小姐都叫樣 樣 他每次都沒穿褲子樣 現在改名字來了 沒穿褲子 改成有穿褲子 這樣 總之都是一樣 然後他最後 日本人寫信寫到最後 他很元氣 他就是祝福你這個元氣 元氣這個阿如 元氣阿如 他會祝你有元氣 其實元氣阿就是青春 所以氣血和蒙 你如果非常的充沛的話 那就青春 少的話 就開始老化 開始老化 陳傳方講的 四十歲 稍微花胖 五十歲 老大一 這個 老當異狀 老當異狀 六十歲 血壓向上 七十歲 偶爾遺忘 八十歲 就是遙遙遙晃晃晃 走路遙遙晃晃 走路遙遙晃晃了 九十歲 二十歲 五十歲 二十歲 就是全部都忘掉了 全部遺忘 一百歲就掛在牆上 就是人會老化 會死 那是一定的 生老病死 就是延长你的寿命就很好 昨天晚上 这个白栋他来找我 他唱那一首歌 我实在我记不住那一首歌 因为他唱了好多遍 在虚空中唱 在我的床边唱 我慌过身来看他 他就转到我背后又唱 要我记住 我说我七十几岁哪里记得住 那醒过来稍微就记住 他说夜正圆 睡正田 夜亮很圆的时候 你睡的真正的田 然后我跟你的距离 不是很远 不是很远 然后前面这一段好像是这样 第二段是一在天 他说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 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上 一样的能够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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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第二段是这个意思 那么第三段呢 他讲这个金如啊 这个换祥烟 金如换祥烟 这个天你谈妙旋 天你谈妙旋 然后就祝福你 这个瘦 瘦绵绵 瘦能够绵 瘦绵 瘦绵 绵绵 然后他就讲最后这一段 是好像是 那我在天上 已经给你准备了鲜艳 鲜艳 鲜艳吧 鲜艳吧 帮你准备了鲜艳 这个 最后那一句 最后那一句 最后那句忘了 总之有这个四段 他唱得很好听 唱得很好听 我还慢慢想 慢慢记 看看能不能写出来 这个成就者 跟你的本尊 或者跟你相应的 实在是 都是有艳象 像毕瓦巴 他就联系 七个晚上都会有 有艳象出来 都有艳象出来 这里 中国史上 贤庄大师 在印度 纳南多士 一介贤学法 这里有提到贤庄大师 我跟大家讲贤庄大师 贤庄大师 不是在印度成就了以后 学成那 他学的是维士 那么维士 这两个传为是最早的祖师 是吴卓跟天青 吴卓 就是吴卓菩萨跟天青菩萨 又叫士卿吧 吴卓跟士卿是同一个人吗 是两个是兄弟 吴卓跟天青 两个是兄弟 他们都是维士的 维士人 他们学法是跟 得到的传承 是跟弥勒菩萨学的 跟弥勒菩萨学的 那么贤庄大师 学好了以后 他要得到班兹达的位 他必须在印度有一种 叫做吴卓大会 吴卓大会就说 任何人都可以起来问他问题 如果问不倒 你才是班兹达 如果把你问倒了 你就不是班兹达 那是一种考验 好像在考博士考验试一样 很多人在问你问题 你必须要回答出来 有口试的 有口试 几个人都起来问你问题 那么贤庄大师 很多人就建了一个很高的法座 另外建了一个很高的法座 如果有人来问他 上法座问他问题 他被问得没办法答出来 那就你就下台了 你不是班兹达 你不是成就者 问到你通通可以答 而且是正确的答案 对方很满意 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贤庄大师在印度也建了高塔 坐在很高的法座上面 那么印度的这些大学者 就是要问他问题 根据我所了解的 贤庄大师这凯贤回国很宏光 他把为事写好了 回来 他传的地址叫做什么 建基吧 亏机啊 因为我是这样子 我读书从来不了解声音 这个字很难念 他们讲亏机 我是讲这个建基 建基是另外一位吧 到日本去好像是建基吧 我是讲说建基 因为比较好念嘛 建基行事嘛 什么亏机 我就记不住 那他传 这个贤庄就传给这个建基 贤庄大师 逐了高塔 要大家来问他问题 他当然也是班之达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上塔问他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他租了高塔 那边也租了一个高塔 两边要对讲 结果贤庄大师坐在那边 从早上坐到晚 一直打瞌睡 一直打瞌睡 也没有人上来 连一个都没有 他当然凯贤而归 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子 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 我所知道的是这样子 到底有没有人上去跟他这个辩论 就是辩论哦 没有人跟他辩论 他当然是凯贤而归 班之达 最好 没有人考他 他就是最高的了 这里提到 成那一传地质维护法 秘成的阿世雷传承之可考者 死于毕流波 也就是毕瓦巴 那么至于黎真 自己做的印度佛教思想概论中 对复法的描述是 复法 他是南印度人 是建制城的一个大城家的子弟 出家以后便到纳南多市 根据西藏传他在纳南多市 入了成那之门 便后在市里面当住持 也就是纳南多市的校长 毕瓦巴 年事很轻才二十岁 他还在中印度一带 对外道小圣 加以很不客气的迫持 他对小圣跟外道 都是很不客气的 他在做这个住持的时候 得到比他大一岁的戒贤为弟子 成为他门下非常出色的高祖 这个复法在二十九岁那一年 感到身体不适便退休了 离开了纳南多市 到了菩提亚 在大菩提寺住了三四年 另外修习常观及从事著作 年仅三十二岁就死了 这是这个记载 这个记载不一定是正确 不一定正确 不一定正确的 因为他画了一个名 变成瑜伽士 三十二岁以后他画了一个名 借着死 然后他脱身到深山里面 去当瑜伽士 虽然西藏的传说 他是成那门下 实际上是不是还不清楚 还不清楚 不过他的说法是与成那有关 他讲的法跟成那有关系的 护法退休后 具有戒贤继续主持 纳南多市的讲座 继承戒贤主持的纳南多市的是 资光 资光 叶称后来在纳南多市当住持 叶称之后的大 也就是 吉天 在后来就是吉天当住持 伯通南内外各派写说 后来纳南多市出家 入圣天 妇法的后辈之门 黎珍所讲的这个 纳南多市的历代的住持 也就是等于校长 就是成那是第一位 这是施量论的作者 富法是第二位 戒贤是第三位 资光是第四位 叶称是第五位 盛天是第六位 吉天 是第七位 是这样子的 按照黎珍所写的 那我昨天有提到 什么是为事 那什么是这个中观 我们学佛法的一定要认识 什么是为事 所谓为事的法 是根据 眼耳笔舌生意 意根 阿赖亚 这八事 这第八事 这八事 因为阿赖亚事 场如来 就叫如来场 把如来场的如来 给他发现了 从眼耳笔舌生意 意根阿赖亚 到了阿赖亚第八事 里面就有如来的光明在里面 把阿赖亚事打开了 你就可以见到佛 你就可以有成就 这个为事的邪说 是这样子讲的 至于中观的邪说 根据应顺导师所讲 是有这个中论 应顺导师讲的 这个龙树菩萨 龙树菩萨的中论 十二门论跟百论 三个论就变成三论宗 依这三个论去修学的 就叫三论宗 那么应顺导师是比较属于中观派 中观派 那所谓中观派呢 是把旁边的统统都拿掉 不是靠左边 也不是靠右边 也不是靠中间 是靠左很微妙的 那一种边 也不是边 刚刚我们骚了不知道是什么边 总不是那种边 不靠左不靠右不靠中间 那靠的是什么 就是庙 很微妙的 这一种微妙 是属于中观派的 应该会有成就的 所以叫印尘派 叫印尘派 中观印尘派 中观印尘派 就是西藏密宗 现在皇教 大部分都是用的是中观印尘派 大部分都是中观印尘派 那我这样的讲 这个中观 大家也有概念了 不靠左不靠右 你看那个禅宗 不施善不施恶 我不靠着善 也不靠着恶 就是那个时候 禅宗也是 不施善不施恶 就是那个时候 这六祖会能讲 他这种成就 也就是属于 这个中观的学说 但你不要看我这样子讲 为事是这样 中观是这样 那只是大概 你知道那个 有一个论 叫做入中论 谁看过的入中论 入中论谁看过 哪一本书这么大本 哪一本书这么大本 中观单单 单单中观 不得了 你看中论 十二门论 百论 一百个论 就很多的 不是我讲的那么简单 我只是 现在只是给你们概念 为事是怎么样 中观是怎么样 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昨天第一次跟老婆下相棋 这个先生讲 你的机可以转弯 我忍了 你说你的马可以走木日 因为是千里马 所以我也忍了 你的炮是隔了几个都可以打的 高射炮 我也忍了 那你的冰可以倒退走 是特种冰 我也忍了 你的像可以过河 你的像是飞像 我也忍了 但你用我的事 干掉我的将 还说那是你培养了多年的间谍 特意派来卧底的 这个怎么忍啊 老婆永远是赢的 老婆永远都是赢家 我们的书家 我们的书家 这个 你如果 要强过你的老婆 你又知道 你不会有饭可以吃 早餐你也没了 宵夜你也不用想啦 你乖乖就是自己去厨房弄吧 不然你就去睡觉 很可怜的 还是男士们 大家都忍了吧 大家都要忍一年啦 这个嘛 这个是太牵强了 太牵强了 你看那个印度 印度活教思想城 好几个人在谈壁瓦巴 每个讲法都不一样 每个讲法都不一样 可见他们历史是不准 他们历史是不准 很多都是不是很准的 这是中年人的烦恼 中年什么烦恼呢 他的职务不高 薪水不高 但是血压 血脂 血糖高 地位不突出 工作也不突出 这个腰间盘突出 他大会啦 他也不发言 小会也不发言 结果是社户线发言 这个炒菜也服了 烧饭也服了 就是麻将不服 中年人的烦恼 这是笑话 跟大家谈笑话吧 其实啊 印度佛教思想史 也有很多笑话 也有很多的笑话 印度佛教 很多笑话 这里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的 董卓 历史上有一个董卓 董卓宴请众将喝酒 于是命令所有的女士 当晚要穿着薄纱 里面不得穿内衣 若隐若现的阿纳多姿 但必须用 必须用木炭 把自己的胸部涂黑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宴会到达一半的时候 突然一阵风 将会场的蜡烛都给吹熄 现场叫声不断 董卓赶快命令 将蜡烛点灼 叫蜡烛全部点起来 这个时候 董卓发现所有的宾客 双手都黑了 动作很感叹 但是只有蜡部大将军 双手是干净 董卓很高兴 要敬蜡部大将军一杯酒 蜡部一时开怀大笑 兴奋的开怀大笑 蜡部的牙齿全黑 这是笑话 这是笑话 我讲了一句话 我曾经讲了一句话 坦白讲 这是心理学 这是心理学 这个就是心理学 我是这样子认为 我的观察 从年轻到现在 我的观察 男人都是诸葛 男人都是诸葛 没有一个男人不诸葛的 就是在你有修跟没有修 你有修的 能够自治 没有修的 你就不能自治 所以有修行是有差的 你有修行 因为你有修行 你会懂得 这个所谓的戒力 你懂得很多的戒力 你那时候 你可以控制你自己的深口意 你深口意 你能够自治 不能够自治的 那就是不能够自治 有些人是这样子 有些人的体质 你看那个性侵犯的那种体质 那都是连续性的 都是连续性的 那一种体质 跟一般人的体质 不是很一样 不是很一样的 他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 有些人虽然有戒力 虽然他知道佛法很好 也有修行 但是他也没办法自治 那一天就有弟子来问我 师尊啊 我没办法自治 那你没办法自治 我说那你求什么呢 师尊有没有福可以吃 问我有没有福可以吃啊 可以控制他的这个欲望 我说这是你自己要控制的 你学到佛法 知道戒力 经常把戒力放在你的脑海里面 把戒力放在你的脑海里面 你久而久之 你就能够自治啊 你不能自治 我翻了 我师父给我的所有的福啊 就没有这种福啊 那你去找医生去打针 可能有办法 医生把你打针啊 打了针啊 或者是把你关起来啊 戒户手把你关起来啊 那个就跟吃毒是一样的 跟毒品是一样的 你吃了毒品 上了这个隐 你就完蛋 欲望也是一样的 你只上了这个隐 你就没办法 你就没办法自己克制 所以有修行 我觉得说我们学佛法的人 就是因为有戒力 才能够产生有定力 因为有戒 才能够产生定啊 有了定啊 才能够产生智慧啊 有一句话讲 以前念的一首诗啊 叫什么 还记得吗 不展圣贤 展凡夫 没你 没你腰间 画宝剑 不展圣贤 展凡夫 虽然未见 人头漏 叫你暗中骨髓哭 叫你暗中骨髓哭 我看啊 这个 钟情一声色 那个脸啊 就变成三角脸 整个通通下巴都消瘦了 都消瘦了 身体也弱了 慢慢的无形之中啊 把你变成好像这个精神力 通通都不够了 通通都消耗掉了 你要写佛法 尤其是密教 修气脉明点 修正到你无肉 修正到无肉 像碧瓦巴 它一定有无肉法 密教里面 所谓的无肉法 就是碧瓦巴 一定修成无肉法 才可能 让这个 这个苏卡西地 苏卡西地 从61岁 变成16岁 一定是无肉法 所以这个无肉法 第一个要修成 因为无肉法修成了以后 你着佛法 很容易燃 很容易燃 那时候 全身血气 通通都通 你难的血气 全部都通 自然能够用你自己的血气 去吹发对方的血气 吹发对方的血气 让他的血气也都能够通 再来能够令他 产生大热的时候 那个荷蒙从脑海里面 分泌 一直充沛到整个前身 这样才能够 61岁转成16岁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方法 难的 他能够将他自己 充沛的血气 去供应 去吹发你的 本身的血气的流通 然后在大热的时候 由脑海里面的 分泌出多八分 然后降到你的前身 让你产生青春的气息 61岁转成16岁 是这个原因 我是跟大家这样子讲 有一个女的晚上睡不着 竟然叫来一个道士 这个女的请来一个道士驱轨 他讲到大师最近实在很奇怪 先是上楼梯 那木头楼梯竟然硬生生吹了 后来我又坐到椅子上 一椅子竟然也折了 最恐怖的是 晚上睡觉的时候 床竟然也塌了 请大师救救我 我好害怕 道士听了以后 掏出桃木箭 悟动一通 箭指走那个女子 大鹤 你傻啊 你应该捡回了 很多事情 都是自己做的 自己的原因 不是别人害你的 同样的 亲爱的 你觉得我身材怎么样 挺好的 你骗人啊 我的这个密友啊 对我说我没有腰啊 他瞎啦 这么粗的腰他都看不见 谁做的 自己做的 所以很多事情啊 不要去怪别人 不是别人 其实都不是别人的错 原来都是自己的错 很多事情啊 你不要老是以为说 别人错了 别人错了 是别人的错 其实都是自己的错 学佛的人应该啊 严格的管制自己 这个宽松的原谅别人 这个是一种修养 我妈你评评好吗